中区已经没落很多年 默默地坚持80个年头实在令人佩服 还好有Google地图并不难找 原来就在容易令人错过的巷子内 物价飞涨价格还是很清明 体型大的是鹅小一点的就是鸭 口感氛围不一样价格也不同 这纯熟的刀法肯定是经过时间的淬炼 跟着客人闲聊的同时 老板已经将鹅肉片好 还有客人特地来外带鹅肉去山上野餐 薰鹅看起来非常厉害 不过我们先是原味的 除了鸭鸭料理之外 还有猪脚 鱿鱼等等 用餐时间 人多的话请耐心等候 碗类大都是陶瓷制 非常棒 肚子饿了 吃肉去 米粒软中带Q 肉燥不会太咸 调味我觉得刚好 喜欢重口味可以加辣酱 底部酱汁湿润 是我喜欢的米糕 汤头温润 调味不会太重 分量适中 老板佛心还可以加汤 鸭肉分量足 CP值不错 天气转凉 当归腰会冬季暖身刚好 鹅肉肥美 比鸭肉口感更好 原味鲜甜就很好吃 薰鹅响皮更棒 下水有腥 蒸汗有干 不过 我分不出施鸭海鹅的 全部都卤的入味又透 口感柔软逼扁 脑笔豆腐还嫩 汤头清甜 接下来茶饭模式开启 要把所有 一切美味一网打尽 小店座位不多 不过很实在温暖 吃完离开才看到鲁翅 残念 要特别介绍的第二家 其实是今天的早餐 本店在西区台中周厅旁 名声路上 没有招牌 已经开超过50年 卖什么呢 就是传统早餐 干面 猪血汤 当然 也少不了这一味台中才有的特色 手写菜单很有趣 汤里的酸菜跟笋丝都会剪好 真贴心 请仔细看老板煮面的方法 其实 跟一般面摊 大同小异 而且我确定煮完没有再加酱汁 所以我认为面应该会偏淡偏干 但是却很意外的面咸香浓重 非常惊喜 不够的还可以再加辣酱或蒜水 但是 我觉得这个就多了 这干面 我一星期吃两次也没问题 猪血笋丝和酸菜简直完美 加了酸菜的汤头 酸中带干 无法抗拒 谢谢老板佛心 免费加汤 那么 我就不客气了 越简单的风味 却越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继续搜集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